台北县河川整治得到了优异成绩 下一步就是进行河川美化的工作 日前县长周锡伟特别和小学生进行彩绘 希望美化台北县的每一条河川 新建西沿岸原本是蔓草荒芜之地 几乎人烟罕至 尽管台北县农业局利用不同的植栽高度层次 以及色彩的变化 将新建西岸勾勒出不同以往活泼而美丽的线条 台北县长周锡伟就任以来 对于绿美化推动不遗余力 除了每年多次举办大型的植树活动 透过绿美化的试作 达成原有空间的再造 都是施政的重点目标 那沿着新建西的河岸 我们觉得它是大台北地区 最好的休闲度假的度假 那我们希望它玩得自然干净跟美丽 这一天县长周锡伟与新建国小美术班的同学们 敞扬在花海里展开一场自然与人文艺术的对话 创造一幅幅属于新建的新印象 听完听新闻 沈志永林锦鱼北线采访报导